然后第十八道德律和礼遇律的区别什么 又一个冒出来一个 这可能是一个人不读书 你在读书当中道德律是指什么 礼遇律是什么 道德律就是实戒 直接是跟我们道德生活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 礼遇律是涉及到宗教礼仪上的 礼拜的形式上 献牛什么捷径 什么日期 节期等等 隔离洗礼之类的 献祭怎么献 什么时候献 等等之类的 所以有这样的区分